大家好 今天是6月28号 今天下午美国国会召开一个紧急的听证会 听证会的内容让人非常的震惊 就像这个委员会在前一两天就向美国媒体宣布 他会有一个surprise的紧急听证会 就是让人震惊 而且会有一个让人surprise 让人震惊的一个证人出面 那这个证人今天作证的内容让人非常的吃惊 因为他记录了川普在1月6号 曾经跟他的特勤人员发生肢体的冲突 发生肉搏战 而且川普如果肉搏战胜利的话 他可能改变历史 但是改变历史不是朝好的方向 而是朝内战的方向 那如果他把他的特勤人员打倒了 然后他自己开车去国会山的话 那说不定美国现在还处在内战之中 这个国会特别听证会 为什么叫紧急听证会 本来是调查委员会说 所有的听证会要挪到7月份才开始 但是在前天突然宣布 在今天要加一场紧急的听证会 原因是有一个让人会surprise 非常震惊的一个证人会出来作证 于是美国的媒体就开始猜测 到底这个让人震惊的证人会是谁 那一直猜到昨天晚上的时候 基本上有了眉目 这个女证人叫Hedgson Hedgson她相当于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 这样一个职位 我们知道白宫办公厅主任是美斗斯 就是川普的大内总官幕僚长 他主要负责川普的尺川住行 保安的事宜 见谁 还有这些官员的一些任命 开什么会 这些所有的都是他来负责 那Hedgson作为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的话 那跟美斗斯做的工作也差不多 他川普组织的所有的会议 见到所有的人 川普的这个保安人员 川普的厨师 这些所谓的方方巍巍的人呢 他都了解 都熟悉 所以他出来作证呢 那肯定掌握很多的猛料 结果呢 今天下午一点 那他出场的时候 确实爆了很多的猛料 让我们真真实实的了解到 1月6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Hedgson呢 首先说明 2021年1月6号 发生的国会三骚乱呢 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而是有预谋 有计划的 2021年1月6号 是美国国会 对整个大选最后认证的日子 那这一天呢 就是整个国会 把全国各个州的 结果呢 都统计一下 向为公布 确定 到底这个大选呢 谁胜谁负 谁是总统 谁是副总统 那当时呢 实际上根据各个州的统计呢 拜登呢 是总统 这是铁定无疑的 但是川普呢 他肯定是不满意 一开始就说大选 比偷了 然后呢 Hudgson作证呢 在1月2号的时候 川普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 就跑到白宫来 跟这个办公厅主任 麦多斯他们开会 开会的时候呢 朱利安尼就说 1月6号将会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要去国会山 他讲的这句话呢 实际上非常明确的说明了 1月6号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通盘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 就是把全国的川粉都召集过来 然后呢 朱利安尼 尤其是川普都要去国会山 然后呢 用这些非常庞大的人穷 川普呢 做他的强有力的一个互动 直接冲进会场 把这个会场呢 直接给制止了 当场呢 就可以宣布 我就是当选的总统 我可以连任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计划 有预谋 那哈吉斯呢 他就说在1月2号的时候 他就听到 朱利安尼 麦多斯他们这些人进行密谋 1月6号要做什么 当时呢 他就感到非常的可怕 麦多斯呢 也有些担心 担心这个事情呢 朝这个不好的方向 朝暴力方面的发展 而且呢 在这个期间呢 美国两个非常 极右翼的组织 就是这个娇闹 娇男孩 Proud Boy 还有一个Oast Keeper 就是誓言捍卫者 这两个 只有一个组织呢 是1月6号冲进 国会山的 冲到最前线的 两个组织 他们的领导人呢 在1月初 1月6号之前呢 不断地 跟百贡联系 打电话 那这个事情呢 哈吉斯呢 他也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 整个1月6号 前面 作战的这些 冲为宪政的这些人 还有川普的这些幕僚 包括川普本人呢 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所以1月6号这个事情呢 不是偶然的 那紧接着 哈吉斯呢 就报了1月6号当天的 很多的猛料 首先一个猛料呢 就是川普允许 集会的人呢 袖带武器 1月6号 川普他曾经发过推啊 叫这个全国各地 他的支持者 到白宫的南门 进行集会 将近一两万人 川普在那激情的演讲 还有朱利安尼 都在那演讲 参加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没有经过 安全的检查 所以他们这些人 很有可能都带着武器 原因呢 就是川普啊 对这些保安人员 保安的检查就说了 就不需要检查他们 说他们带的武器 不是穿着我的 所以不需要检查 那本来呢 要参加华盛顿DC的 一些活动的话 就是户外的活动的话 那警察一般 把一些路口封了 分锁了 然后你穿过的时候 他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的 他把这个检查的环节 给取消 这些人呢 就带着武器 实际上参加 白宫南门的聚会 然后呢 这些人就去了 国会山 那川普呢 在这个集会上 曾经号召大家呢 去国会山 而且说呢 我也会跟你们一块去 我当时也听见了 但是我发现川普 后来没有跟这些人一块去 那为什么没有去呢 今天呢 就终于揭晓了 原来川普呢 演讲完之后 他走下台阶 然后呢 坐在他的车里 然后叫他的车呢 前往国会山的时候 突然呢 坐在车里的白宫特行负责人 叫安格德对他说 总统先生 为了你的个人的人身安全 我们决定不去国会山 我们决定马上回白宫 川普一听呢 老火万丈 我是美国总统 我要去国会山 实际上川普啊 他们安排的计划 就是他要去白宫 他要去国会山 他去国会山呢 那他的这个计划呢 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大的 因为这些一两万人呢 都听他的话嘛 去了之后 他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可以 但是呢 这些特行人员 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考虑啊 不让他去 所以川普呢 恼羞承诺 非常的恼火 就跟那些特行人员 争吵起来 然后川普呢 就抢那个司机的方向盘 然后他准备呢 自己开车要去国会山 结果这个安格先生呢 特工呢 就用手啊 抓住这个川普的胳膊 又抓住他的手腕 两个人进行弱拨战 进行激烈的肢体冲突 一番肢体冲突之后呢 川普呢 终于比这些特行人员 给制服了 所以这个咆哮的这个狮子啊 比特工们要制服 然后把他送到白宫去了 所以这一幕啊 今天呢 正式的披露啊 是这个安格先生呢 就是这个安保人员啊 还有其他的保安人员呢 在事后啊 就告诉啊 哈赤森先生 哈赤森女士 因为哈赤森女士呢 就等于是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呢 所以说他对这些保安呢 他也有指挥权 所以这些人呢 把他当做上级啊 来进行汇报 所以他掌握这些细节 那么 川普和保安人员 特工呢 发生肢体冲突 这件事情呢 今天是第一次被披露出来 让全世界感到非常的震惊 川普呢 他丢失了总统的风范 而且呢 这个事情也说明啊 这个背后呢 川普为什么这么急切 实际上有更大的阴谋 如果川普当时呢 比这个司机啊 这些保安人员 载着去国会山 或者川普呢 在激烈的肢体冲突打斗过程中 他获胜了 然后他开着车啊 直接去国会山 那情况会怎么样 很简单 那川普肯定会胜啊 因为他带着一两万人 冲进国会 然后啊 当场就宣布 我就是当选的总统啊 我就宣布连任呢 你们其他这些国会议员呢 包括佩洛西啊 彭斯啊 比如我的这个手下 这些耶和团 红卫兵一个一个 包围着 他可以当场宣布啊 我就是连任的 然后呢 他虽然胜利了 然后呢 就是整个美国呢 发生暴乱 暴动 因为呢 大部分州当时呢 并没有投川普 就是投川普的呢 我们知道 他们要遵守宪法法律啊 你不能带着一帮人 冲进国会 绕过国家的政治制度 绕过宪法 你就自己呢 认定自己就是当选的总统啊 所以这些不满的这些州 可能要占大多富 他们就会起义造反 跟川普的支持者 跟这个联邦中央政府啊 就发生冲突 乃至呢 酿成内战啊 说不定到现在 这个内战还在持续当中呢 所以川普呢 幸亏比他的特勤人员 给制止了 那这些特勤人员呢 并没有想到啊 大的一些政变的计划啊 因为他们 可能呢 并不是 太了解这个计划 但是这些特工人员呢 主要考虑的还是安全啊 因为在国会山 当时的这些 他的川普们呢 已经过去 已经开始有些暴力的冲突啊 冲撞了 你川普过去 只能是更加的添乱 或者是呢 样成更大的 让全世界笑话 让全世界震惊的事件 所以呢 这些特勤人员 阻止川普 前往国会山 这一步呢 做对了 啊 如果没有阻止川普的话 那川普带领 这一两万 川粉啊 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 川普呢 就是这样一个热血啊 啊 冲动的一个人 不过什么 宪法 法律看着 有支持的人啊 然后 照我们的心思 一念去做就行 啊 明明大选 没有什么舞弊 偏偏就说舞弊 连他的 司法部长啊 连他的 很多的亲信啊 连他的女儿 到今天呢 都承认啊 大选没有舞弊 但是呢 他还有他身边的几个小人啊 朱利安尼 班农 因为对这两个人 我是非常熟悉的 我是跟他们打过交道的 所以朱利安尼 班农啊 这些人呢 一出场 那就知道呢 他们所搞的一切 实际上都是假的 哈执斯女士呢 今天爆出这个猛料啊 实际上揭示了一个真效 啊 就是川普呢 他践踏 他现法 践踏美国的法治 差点呢 达成他政变的企图 哈执斯女士呢 将会像水门事件的揭露者 那两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一样 将会载入实册 他呢 有他的勇气啊 因为昨天的时候呢 很多媒体就说 国会委员会 都在考虑他的安全问题 我估计呢 现在很多川粉对他 恨之入苦啊 因为他揭示了 1月6号 当时在 白国呢 发生了众多的一些事情 首先1月6号是有预谋的 其次呢 故意叫这些人呢 带这个武器 而且川普本来自己亲自 要率领 要带领 要发动 这次大型的一个政变 可惜呢 比他的这个退勤人员 特国人员给阻止了 如果不阻止呢 那美国肯定是内战 不阻止的话 那川普呢 可能像普京一样 他无限期的连任 然后呢 再发生 很多美国国内啊 混乱 不堪 内战 那这个只能呢 让这个中国啊 俄罗斯这些国家来嘲笑美国啊 所以后果是很不堪的 川普他作为总统 他也作为总统候选人呢 他应该明白美国的三权分力 总统的认证啊 是由国会来最后确定的 你总统呢 没有权力 三权分力就是司法 立法 制法 他的权力 职位 功能 要分清楚啊 你总统 你怎么干涉国会要做的事情呢 而且呢 总统的认证呢 主要是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各个州呢 其实已经完成了 到联邦政府 联邦国会这一级呢 只不过是最后的确认呢 你川普干涉这个大选的结果 实际上也是联邦的权力来干涉州的权力 所以他做的这些事情呢 完完全全是践踏宪法 道心逆势 毁宪乱政啊 川普这件事情呢 对中国人呢 教育非常的深刻 一个是我们要有政治的判断力 分辨力 不能听一些人呢 天天在那里瞎说胡说 这个是如果共产党推翻了之后 那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新中国的受邀 必须要遵守规则 我们选举的时候 要遵守选举的规则 你自己没有选上 你就不能说大选就舞弊了 然后带领一帮子人 又开始进行暴力的作战 又开始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 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嘛 所以中国人有没有民主素质 我觉得目前为止 99%都没有 中国人崇尚的是权威 崇尚的是领袖 根本不崇尚规则 一个民主国家 你再伟大的领袖 你都要遵守宪法 遵守法律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美国人 终于度过了1月6号这个难关 让权力真的进行了和平的移交 在这个过程中 彭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其他的共和党人 民主党人 维护了宪法的尊严 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川普在最后的时候 也叫他的这些粉丝 全部撤出来 在最后的时候 他也不得不交出权力 没有发动军事政变 也说明美国长期的 民主政治文化 对他还是起来的作用 所以今天的这个爆料 确实是很猛 对中国人启发启迪 也是非常大 好 今天我们就评论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